- 祝你父親的祝福 - 祝你父親的祝福 - 祝你父親的祝福 - 祝你姊姊和祝福 - 祝你做的祝福 - 祝你父親的祝福 - 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 宜蘭 - 以朝夕為主去玩這樣子 - 然後我們是做客運來的 - 是做格馬來的 -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 非常之快 - 我們這一家來到的是 - 柯式蔥油餅 - 它是有跟醬油的 - 蒜蓉醬、辣醬、辣醬、辣椒醬 - 然後可以選擇你要不要夾蛋 - 真的很好吃耶 - 它的醬跟它很配耶 - 我覺得是可以買來吃 - 然後是蠻好吃的 - 要咬到蛋的地方比較好吃 - 對 - 然後它是蠻值得排隊的 - 秋蛙醬奶 - 因為我怕夏天的話 - 那個奶啊 - 我怕會拉肚子 - 所以我就買了Q蛙愛玉 - 嗯 - 很好喝 - 它喝完好喝一口 - 買 - 很黑糖 - 可以買 - 它的Q蛙非常的黑糖 - 然後它的基底是黑糖水 - 然後它是說 - 你也可以加檸檬水在裡面 - 你可以跟店家講 - 但它這樣就很好喝了 - 它甜度是不能調的 - 天啊 - 太美了 -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 夾鳥園 - 這是它的園區圖 - 然後呢 - 它一張門票是可以換 - 兩罐的飼料 - 等一下就是到後面去餵鴨子 - 它好像是水池欸 - 給小孩玩的水池 - 小鴨體驗可以摸小鴨 - 哥哥要兩隻手了喔 - 他們有個告示牌 - 因為怕他受傷所以要兩隻手 - 很可愛欸 - 你要趕快 - 這邊已經完成了 - 好可愛 - 你看 很可愛喔 - 它睡著了 - 超多鴨鴨的 - 超多鴨鴨的 - 然後這邊就是鴨鴨 - 出來就是剛剛可以抓鴨子的地方 - 哥哥我還要這位好好玩 - 哥哥我還要這位好好玩 - 好可愛喔 - 這邊是小鴨的 - 你看 - 陳福與我吧 - 是只有這邊可以餵嗎 - 目前是只有看到這邊可以餵啦 - 你看 - 這邊除了有餵鴨 - 它還有介紹一些花 - 好 我們繼續往下走吧 - 走路走一走 - 發現一個地雷 - 鴨鴨 - 另外呢它還有介紹鴨子的種類 - 還有鴨子可以拿來做什麼 - 還有鴨子可以拿來做什麼 - 然後我們現在進到了一個配 - 餵鴨子的地方 - 丟進入杯 - 還要吃了還要吃了 - 兩隻 兩隻通知 - 哎呀哎呀 - 她就是這樣夾欸 - 她就是這樣夾欸 - 這樣夾你夾你夾 - 要不要 我最喜歡 走囉 然後它是有一個小賣布 你可以用你的門票去抵 可以抵餐點也可以去抵DIY 這一些就是用門票去換來的 然後它就是等於說 門票就沒有 也是算沒有賺嘛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很推薦 來這個景點叫做夾鳥園 我們現在來到了十三明大飯店 它最有名的是滷味 天啊它的這個乳大腸啊 超級軟 然後這是豬尾巴 還有一些是 Trico吧 然後我們還有點豬舌頭 它的大腸超軟的 每一個都很好吃 我們來到了是金車 水產養殖中心 然後就是去裡面看它的 一些魚缸啊什麼的 那我們就進去吧 是蝦體 好酷喔 鯊魚啊 然後剛剛這一缸是鯊魚缸 它其實是可以餵食 但是就是每天會有限量的門數 很可惜沒有辦法體驗到 因為我們太晚才來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往人洞庫的方向前進了 來了裡面一定肯定涼 我已經感覺到超級涼的 它這個場地很大耶 但是就是 有點少東西 有點可惜啊 可是一百塊也還好啦 就沒有到很貴 還能接受 喔這個好可愛喔 這個超可愛的 我超喜歡木瓜河屯 怎麼到哪裡都看得到 烏蘇拉的好朋友 我們點了它的 現烤鯊魚跟 小果 鯊魚看起來超好吃的 各位我超級無敵 愛吃魚的 就是給我一條娃 我可以吃光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肉 然後要沾胡椒粉 然後吃 它的肉質啊 很厚實 它那個肉很甜 來這個 行車養殖這邊 一定要點這個好鯊魚 我大推 我們逛來了 結束了 我們到現在還非常的幸運 大家有看到這邊嗎 這邊黑得不得了 我們現在要去最後一個地方 就是冰店 接下來就可以回民宿了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冰雪的賣品店 這是奶茶口味的 雪花冰 雪花道很細 然後這個是 芋頭口味的雪花冰 它的奶茶的味道 很像立頓奶茶的味道 跟萬波的奶茶有點像 哇很黏欸 吃綠色的奶茶 然後我們還點了他們家的西瓜 冰沙喔 它不是西瓜雞 然後它厲害的點是 就算吃了奶茶再喝這個 它還是甜的 好的我們現在呢 要回去 民宿了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 這邊可以給小孩玩 我們要來開箱一下房間 我們住的是四人房 床的部分就是這樣 乾乾淨淨的很好 接下來就是它的浴室 它的浴室裡面這個浴缸呢 它泡出來的水是溫泉的水 另外呢 還有電視跟衣櫃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的旅程呢 結束囉 掰掰